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乐千年开启五诗之旅 大家好 我是陈锤良 现在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宋代著名诗人陆游的名篇游山西村 这首诗是在宋孝宗前到三年 也就是1167年写的 在这之前 因为他大力支持抗金将领张俊北伐抵抗金兵 而朝中的投降派却捏造了张俊用兵的罪名 陆游也因此被牵连 罢免了他的官职 他只好回归故乡 诗人心中虽然是愤愤不平 可是他想到虚伪 狡猾的官场 对比现在家乡淳朴的生活 反而有点欣慰 诗人表面看起来很悠闲 却还是心怀果实 深信国家总有一天会有转机的 和眼前的情景一样 山崇水赋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两句也成了千古传颂的名句 现在我介绍一下陆游 陆游 浩放翁 粤州山英人 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 是南宋的文学家 史学家 爱国诗人 他生逢北宋灭亡之际 宋高宗在位的时候 他参加礼部考试 因为他受到秦会的排斥 而仕途不顺 晚年退居家乡 他的诗词作品现存的有九千多首 内容非常丰富 现在我按照这首诗的评测朗读一遍 莫笑农家辣酒魂 丰年流客足鸡屯 山崇水腹已无路 柳暗花鸣又亦存 小谷追随春舍尽 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成月 主张无时夜寇门 接着我解释一下这首诗 莫笑农家辣酒魂 不要笑话农家这辣月的酒魂浊 丰年流客足鸡屯 这个屯子是海豚的屯 屯就是猪 特别是指小猪乳猪 这里又放指猪肉 或者是肉类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丰收之年 还是有足够的鸡啊猪啊 等等的佳肴款待客人的 山崇水腹已无路 走而走的 当山和水不断的出现在我的眼前 挡住了我的去路 我正疑惑无路可走的时候 啊柳暗花鸣又亦存 柳暗花鸣又亦存是下一句 在还没有进入下一句之前 我想继续讲讲山崇水腹已无路 这个名句的演变 北周时候的羽姓 就用了山崇水断 来形容路到了尽头 人和马都无法前进 真是走到了山水的尽头 这和本诗里头的山崇水腹 意思是一样的 又因为后人比较通用的是山崇水尽 所以就把羽姓的山崇水断和路由的山崇水腹 改成山崇水尽移无路 柳暗花鸣又亦存 忽然间浓绿的柳树 亮丽的红花 再一个村庄又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听到村里有人吹销打鼓 哦,原来是庆祝春社的到来 春社是中国古代把历春以后的第五个雾日 叫做春社日 拜祭社公 社公就是土地神和五谷神 祈求来年丰收 一罐简朴古风存 一着简朴的古老风俗依旧保留着 从今落许闲成月 今后如果允许人们在晚上月下闲逛的话 我会怎么样呢? 主帐无时夜寇门 那么我将会提着拐杖 隔三差五的来敲农村朋友的门了 这是这起七言诗 我就以这起七言的吟唱调 给大家吟一吟 默小农家 农家辣酒云 逢年六颗足及吞 山虫水浮已无路 柳暗化明又一寸 小谷追随春舍金 一罐简朴古风存 从今落许先生曰 主掌无时夜寇门 谢谢您的收听 再会 明天加剧极绝文笔 我们吟诵千年诗句 让人生自有诗意 古诗之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